欢迎走进文言哪些事儿 常言道多子多福 人多势众 多姿多彩 多多益善 多在日常生活中 时常扮演着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 而在一亿多词的用法中 自然也少不了让多来录一次脸 在关于百姓的一亿多词视频中 我们已经重点分析过 黎民 争民 庶民 庶民 都是百姓的意思 而百姓的一大特征是数量众多 离 争 庶 庶三个词 恰好都表示多的意思 但显然这三个词并不是很常见的多 最常见的多 毫无疑问是由多个人构成的重字 君子无重寡 无小大 无敢慢 思不易态而不交乎 就翻译作 君子对人无论多少 势力大小 都不敢怠慢他们 这不就是庄重而不骄傲吗 当面对许多人时 我们通常尊称他们为猪卫 猪君 其中的猪也是古代汉语中另一个常见的多 如 与与同社猪君子 埃斯木之徒有其实也 而为之计 可以翻译为 我和我们同社的多位先生 万希这木贤白白的有一块石碑 就为他做了这篇碑技 凡兴 凡多中的凡 显然也是很常见的多 善识者是凡 客中者盖管 意思是 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 能够贯涉到底的 大概很少 翻字有两个读音 读翻识可以与翻相通 是我国古代对外族或外国人的范声 如翻国 翻人 而读凡时 则可以与凡相通 表示多 如凡多 凡数 爱连说中也有 水露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凡 意思就是 水上 露上草木植物的花 可爱的很多 我们常说 洛英缤纷 五彩缤纷 缤纷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指的是 凡多而杂乱的样子 所以缤纷和单独的分子 也都能表示多的意思 狄骚中说 配缤纷其凡事兮 方飞飞其迷章 意思就是 佩戴上多彩的服饰啊 飞飞的方箱更加显著 分子力据则有 于是重枪齐发 敌人分舵如落叶 至于是很多的枪一起发出 很多敌人像落叶一样坠落下来 圣通常形容规模大 广则形容空间大 厚则表示厚度大 这三个词在古代 也时常能够结合语境 表示多的意思 圣的例句如 赵以圣射兵以待秦 秦不敢动 翻译过来就是 赵国也多多部署军队 来防备秦国 秦军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广的例句则有 信可广问训 不得便相许 意思是 希望你多方面打听打听 再访求别的女子 我不能就答应你 后字出现在 信林军切服旧照中 公子闻之 王请 欲后未知 翻译作 公子听说这个人 去问后 想多送他一些礼物 因时 因负的因 是富裕富足的意思 因而也能表示多 如 适时 徐方百姓因盛 就翻译成 此时 徐州地方 人口众多 鱼做名词 是车的意思 车的数量很多 因此鱼也有时 能表示多的意思 人种车鱼 万物因负 意思就是 人多车多 万物富足 最后再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火字 左边是火 右边是多 他的本意也就是多 相从而学者甚火 其声名 引燃于郡国 使得就是 跟随他 并向他求学的人很多 他的名声 隐隐约约 在郡国传扬 所有的多都介绍完了 总结起来 前面视频已经重点介绍过的多有 梨 争 树 很常见的多有 众 猪 凡 凡 凡与凡相通时 也表示多 缤分 分 也是多的意思 另外 形容规模大的圣 形容空间大的广 形容厚度大的厚 也在一定的语境中表示多的意思 音时的音 也能从富裕的意思 引申为多 鱼 也能从名词以车 引申为形容词以多 最后 火字的本意就是多 这么多的多 当然是掌握得越多越好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